哈囉大家好,我是Jefik 你也想把你的歌曲從這樣變成這樣子嗎? 今天我就來教你怎麼幫你的音樂加上歌曲資訊跟封面圖 好,首先我要快速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使用的軟體Recordbox Recordbox是由Pioneer DJ研發的DJ軟體 就要給DJ們用來整理音樂以及演出的內容 再使用DDJ、XDJ或CDJ等器材來進行播放演出 那Recordbox有的是免費版,有的是付費版 下載連結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那現在我們打開Recordbox 然後把我們的歌曲丟進去讓軟體讀取 我用的是我之前做的MeshArt 這些是預設的規格 然後我們可以找到剛剛丟進去的歌 點詳細資訊的圖標,可以看到三個模式 Sumurai、Info跟Artwork Sumurai是摘要,可以快速預覽你的歌曲資訊 Info是用來添加資訊的地方 Artwork就是拿來新增歌曲封面的 那我們先點Info 這邊就可以添加或是更改你的歌曲資訊 我是會修改歌曲名聲到我習慣的格式 然後再加上作者跟專輯的名稱 最後進入Artwork 把你的封面罩放上去 之後我們回來看剛剛那首歌 現在所有的資訊都已經新增上去了 這樣就完成了 另外還有一些注意事項 Recordbox不支援Wave長的歌曲新增圖片 還有假如你的歌曲資訊都已經更改完了 但還是沒有新增上去 你可以稍微動一下歌曲名稱的地方 讓系統重新讀取一下 就可以加上去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 閉小鈴鐺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